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 你不愛我 夠了夠了 還是有一點點小走音 我都想要走了 我受不了了 回來回來啦 AI谷回神了 AI谷回神的重點是 只回一下 還是反彈結束呢 還有我們今天要告訴你一個 神秘的公式 來告訴你 AI谷回神回測的一個支撐買點是什麼 支撐買點很重要 MACI還有新增股的 百分之百 必漲定律 哇塞 看就知道了 還有美國CPI 好 好的 可是費的升級是 到此為止嗎 歡迎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主持人哲哲過程 嘿來看一下 AI回神了 真的回神嗎 我是雨神 你是雨神 雨神 雨神吧 最近下雨雨聲 好 只回一下反彈結束了嗎 對對對 雨神之後回一下 好不好 女神連回都沒有回 沒事 MACI新增股的百分之百 必漲幣率 講百分之百是誰說的 這很敢講 對啊 該不會是那個 新好男人坤能老師吧 沒有人家在講 有圖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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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美國CPI好 好 FED升級到此為止 真的嗎 來來 女神今天要吃什麼 今天吃石家掛包 掛包 為什麼有什麼 神嘛 是不是我想到了這個 其實重點是四神湯啦 四神湯喔 掛包配四神湯 要回神一下 要回神一下 只要回一下就好 我覺得這家還不錯吃耶 還不錯吃 四神是哪 是多少錢 這四神喔 我知道 四神是加了很多料 是各個老師有 很神準 很神機 很神奇 還有 還有神塔 什麼啦 還有股票 還有神奇妙 神算 神算 四神 這四神好不好 原來是這樣來的 沒有但不是四神 是加一些料 這個 請Google搜尋一下 對不起 我們頭腦只花在股票上面 對對對 記得神 神達 記得神達 這滿好吃的 這加多少錢 一百多塊 一個四神湯 一百多塊喔 兩個加起來 850 850除以5 一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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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七十塊 一百七十塊 一個人一百七十塊 一個人一百七十塊 哇賽 這個一百七十塊 我覺得應該掛包 應該是 我猜應該 應該這個包都八九十塊 站櫃耶 而且我點瘦肉的耶 站櫃 很貴 很貴嗎 還是現在物價上講 可是會飽 會飽 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個分析師 已經準備大塊剁椅的分析師 可是看起來他不太喜歡吃掛包 因為這個時候應該他已經在吃了 這個是我們比賽 如果是吃大胃王 他一定是冠軍的 林玉凱分析師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具實是在宣洩我的賦滿 我覺得製作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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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單位沒有用心 明明MNCI是雙將一圍池 為什麼 我們以為今天要吃雙將牛排 對 哪有是那才講啊 結果用自成湯就想要呼嚨我們 那打發我們 酸醬以為 這怎麼做 這怎麼做 本來很期待 對啊 這個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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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決定 我們到聚吃 聚吃 就不要吃 拿走 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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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收 收走 收走 收他的 我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要收嗎 收走 收走 那就不要抱怨嘛 你要收就直接收走 對啊 聚吃我們沒有說不喝啊 對 那不要吃啊 好不要吃 掛把他拿走 掛把他拿走 你看他又想要想 拿走 你不要選一人 拿走 很壞欸 拿走拿走 拿不到了沒關係 拿不到了沒關係 資源回收 好不好 好 玉卡老師 你還沒介紹欸 你還沒有看到我的賴 真氣 好吃齁 還不錯 還是吃了 我話說得好 有媽的孩子像鴿包 這個鴿包 還不錯吃 像鴿包 刷包吧 有媽的孩子像鴿包啊 有媽的孩子像鴿包 你真的很皮欸 你講到鴿包 你這個皮小孩 好 這會黃標吧 好 來介紹一下玉凱老師的line 小小鼠WIN16888 小鼠WIN1688 小鼠WIN1688 你知道什麼 你跟我講 你在嗎 像鴿包 滿高級的 鴿包 滿高級的 小鼠WIN1688 來 歡迎 第二位 鴿包 來 主持人好大家好 嘴巴說不要 身體卻很純實 好吃啦 真的好吃 他沒有吃對不對 對 那加起來170還可以的 不知道哪一個比較貴 好不好 對 可以查一下嗎 我等一下查一下 告訴大家 有雙鑽牛更好啦 有雙鑽牛 下次給他雙鑽牛好了好不好 請教下一位 可問老師的line 小鼠WIN168888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好 DAR1N8888 好 這老師就是 就是 小鼠WIN168888 然後N How dare you are 888888 對 How dare you are 好不好 你要查那個價錢 然後來了 我們的瘦肉掛包是85塊 瘦肉跟肥肉都一樣錢嗎 對一樣的錢 我想說我查 這85塊 所以40N湯也是85塊啊 這樣子170 對耶 是不是 好 差不多啦 好不好 請教下一位 全部都喝完的 古怪教授 我說一下 剛才玉凱老師講到割包 突然想到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到一個圓環動手術 完以後的就是這樣 割完啦 給他看 真的喔 沒有看不到啦 放大放大 而且是無痛 放大 割完呢 蠻像的 一樣小對不對 那時候 動手術割完就這樣 你猶太人嘛 對不對 猶太人喔 有沒有 還記得吧 還記得 還好我們觀眾普遍是男生 我們七成是男生啊 好不好 對 七成是男生 阿 崔森老師你只要講你小時候回憶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想割包 我突然想到 你以前就是有割禮過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 好過了過了 怎麼會這樣 你秀的都很短耶 本來就是這樣啊 小時候就是這樣啊 對啊 站著要 站著要 他都寫無痛啊 對 所以 我跟你講其實痛得要命 所以今天割包在配這個 真的 其實痛得要命 一個人真的很開心 割 對啊 很痛是不是 真的不要念在自己 對啊 那是你的選擇 還是你爸媽給你選擇 沒有他說這樣 長大以後 會比較有威力 比較威力 好不好 有人說30歲的熔岩 那個30歲熔岩之前是父母給的 30歲熔岩以後是自己給的 對對對 熔岩巧克力 不是我要講的是說 可是有些東西 可是有些東西 不是有些 有些東西 一割了以後 就已經確定了 不管30歲還是30歲以後 好不好 所以不要亂做選擇 成爺老師 小組 GP520 好不好 GP GP 這個剛才 GP 柯皮 開關的老師講 嘴巴說不要是黎岩老師 對對對 先接他的line來來 小老鼠 KP520 柯皮 柯皮 你講完就沒水準了 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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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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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他啦 不要散字幕喔 好來 看聖大保證啦 福利社 不推量想要股票 不推量想要股票 出貨給你們 我們福利社不是做這個事情 不屑做喔 我們是很優良的節目喔 你看你這節目看起來很優良 你的股票也乖乖的 他們都很聰明喔 我跟你講 他們有時候推 有時候不推 這個看得出來 行內就看得出來 有時候配合主力 拉起來以後 哇 隔天展停板倒給你 我們都不做這種事喔 不推量想要股票 不出配合主力喔 也不會自入性行銷喔 不會喔 不會業配的ETF跟股票喔 不會喔 福利證沒有這三大保證喔 對 所以我們看我們今天講這家還不錯 還不錯 這家什麼 這家什麼 石家割包 這被你影響了 欸 你怎樣啊 還說要當女神 再影響了 欸 好 你說你要餵他吃對不對 吃你 吃你割 割包 我小學三年級 夠啦 好了 來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一開笑不可以幹嘛 小學三年級就這樣子是不是 小學三年級也太小了 我不好意思講 好不好 注意風險 我們福利社不建議要融資喔 也不建議割包 不要亂吃喔 好不好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這是認真的啦 不建議亂杠桿風險 好不好 注意一下好不好 來 融資是兩面認 我們來看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這樣你們要快一點 你們要兩個人 誰 刷包什麼叫割包 有人叫割包的嗎 有啊割包啊 我跟你講下次不要把我們兩個在一起 這樣會弄不完 很黃啊 看你們兩個臉 就算演墨具都會狂飆啦 開場就十分鐘了 對啊 還沒進正題 來來來 還沒知道裝將牛扒 好我們來看一下 AI回神是指揮一下還是反彈結束呢 我們直接進入到下一張 好先看這個美國人的CPI 低於預期耶 其實叫做這個是優於市場預期 因為原本呢 市場的預估是3.3 可是呢 沒有開出來3.2優於市場預期 就是說通膨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嚴重 市場認為通膨明顯在降溫 所以預估升息循環即將正式結束 那目前來說9月FedWatch的預估這個 不升息的幾率已經高達9成了 我們看一下FedWatch好不好 對對對 不升息的喔 那8月沒有開會議嘛對不對 對對對沒錯 7月跳9月 所以呢 應該就是一路到年底啦 然後呢明年有機會來做這個降溫碼的動作 應該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好那我們把原本的主辦片看完 好 那這個上面一點上面一點 老師你今天講很快 你是因為還沒喝完想喝嗎 對對對吃也還沒吃幾口 這個四成湯還不錯喝喔 還不錯喝嗎 料滿多的料滿多的 85塊 看到那個腸子的時候不會想到陳彥老師的 而且是暑假的時候 暑假 夠了 不舒服不吃了啦 不吃了啦 欸真的好吃欸 你吃自己的那好吃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要吃啊 欸不要這樣好不好 以形補形啦 噗噗噗噗 誰的話吃自己的 對不對 除非你身段很軟 對 我就是身段太硬了 身段太硬了 你夠美 你今天這個笑話 這是我今天聽過最好笑的 不要講了啦 身段很軟啊 好 那個 你是那個很軟 我還好 對 好 那個 市場預期 核心CPI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這個 低於市場的預期喔 就表示說 通膨是真的在降溫喔 所以說 美通膨真的放緩了 來我們看一下下面喔 6月跟7月呢 做一個這個對比 你發現房租也下降了 食品飲料也下降了 醫療保險也下降了 新車銷售包含二手車 通通都在下降 所以難怪 這一波呢 人本人家認為說這個CPI 可能會往上 彈一點點可是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多 那今年呢 目前看來應該就是 不會再升級了 應該大致底定了 來我們看一下 都下滑了 全部都下滑了 對 通通都下滑了喔 那是占比重喔 房屋啊飲料 全部都下滑了 所以真的Bingo欸 哪個下滑最多 感覺都下滑很多 私品飲料也下很多欸 都還蠻多的 房屋還有 私品飲料 然後醫療保健也下滑 新車銷售也下得多 那私品飲料下得最多 這個最多 相對比 真的下滑很多 二手車也下滑 那私品飲料下到最多 好 對 好 全部下滑了 所以這個 好像 這個CPI為什麼重要 因為福利社那時候 這講很重要 是的 所以福利社的確有 的確我們應該說 與其有影響力說 我們會抓到十次議題 應該昨天公布後怎麼樣 就直接拉上去吧 對不對 可以拉上去 開始大載100點嘛 是的 可是老師你覺得像CPI的議題 以後會越來越 會越來越影響那麼大嗎 還是還好 我覺得會越來越小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已經抓到結果了 對沒有錯 因為其實去年開始影響很嚴重 就跟鬼故事一樣 鬼片的話 我們看第一次會嚇死 可是同一部鬼片 你看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你一定知道說 鬼會在哪裡出來 可是我現在看了五次六次 我看越看越不舒服啊 越看 因為你越看那個型會越來越嚇 對啊 加上當事人還坐在這邊 對啊 難免會有這樣一個負面的影響 對啊 這個永遠都是鬼故事啊 不要有這種心理因素的障礙 我們覺得還是要以真正的口味為主 好 沒問題 好 就不舒服啊 口味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是是 我們來看 你要看我長大以後的 不用不用不用 點那個粉殘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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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上哥哥爸爸真偉大 指揚我沾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台股呢 看起來好像繼續破底 其實沒有喔 小數點是沒有跌破昨天的低點喔 沒有喔 對其實沒有跌破 差一點點沒有喔 差一咪咪而已 一咪咪 可是抽盤就是硬要跌33點 對啊 其實盤中是有拉起來 表現都還不錯 我跟你講喔 這麼晚最後一盤 才去殺 這尾盤你看走勢 你看走勢 你看走勢 可以最後一盤再殺 對 這最後一盤殺 然後最後怎麼樣 可以殺殺殺殺 跌33點 那我想到一句成語 是 33哪一詞 我知道了 不錯不錯 可以到你了 可以到你了 好 今天算是比較正常的 第一個正常 你們每個都不正常 這個哏很正常 什麼KP 不知道這裡沒什麼 沒什麼 就你那個比較好是不是 一直講爛哏 小時候 坦白講爛歸爛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跟你講 從今天開始 粉絲看到我都會講 小學三年級 不是他不是 不是他講 KP你好 都KP520 怎麼最近耐粉絲都沒增加 每個都KP520 都打KP520 都打KP520 不要害我喔 對不對 你應該KP比較好 最近我們的粉絲 一直在增加當中 奇怪 為什麼 因為KP 對 對 還多我不要 還我畢竟KP增加不少 趕快啦下一個 好 好 那其實以這個加權指數 我們用一般的K線來看一下 其實呢 如果我們給它畫一個框架的話 它其實還是在一個這個 我們講區間整理的這個結構當中 有沒有 我們這邊畫一個箱形整理 大概就在16600點到17400點這邊 那我認為第一個 前滴沒有跌破 那季線雖然說短暫做跌破的話 可是其實現在 我們講喔 在區間整理的過程當中 均線相對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季線跌破的話 其實暫時也不用太 用太嚴謹的心態去做看待 我認為只要這邊守住的話 後續都還是有機會 再往上做一個 彈起來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認為還不至於到 要到悲觀的這個時間點 不至於到悲觀 是的 好 所以有機會就是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昆仁老師你覺得呢 因為其實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價跌量縮 那因為如果就今天早上 八九點的時候 真的能說欸 而且穿一個月新低 對我剛剛從九點看的時候 怎麼有3300億左右 結果 最後最後只有2800億 2800億 所以他就是 尾牌有點成交量 變2900 就殺台積電 近一個月 不到3000億了 少是 所以這就是 目前市場上面在觀望的一個氣氛 然後我就跟凱克說 結果就整理整理整理 就在牆上就可以了 應該要說 老師在掺手那個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你愛我 我我我我我 我說不出口 摳摳摳摳 神神的說 摳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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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爛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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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老師對這種梗都沒有興趣 他不想接 他就環了 不是因為他大舌頭的時候我想接別的東西 又什麼 夠了 你什麼都要接18斤很不舒服 我沒有啊 對啊 難怪我覺得你最近臉都黃黃的 想說你是不是膽不好啊 從小就這樣 環檔 因為我是想說他是不是含了什麼 所以你就大舌頭 好夠了夠了 不是你看 就不要講 不舒服 我們不要理他 這一個人愛講笑話的人 以為很好笑的人 我們就是忽略他 忽略 謝謝謝謝 謝謝你的肯定 忽略 打播可以不要一直放他 謝謝你肯定 謝謝你肯定 好 褲老師笑得很開心喔 忽略 忽略他 忽略他 好 所以這邊呢 還不至於要到悲觀的這個境界 我們直接看下一張 好 我們往下一個議題來做推進 貴買當然慘一點 但是其實在上一次我來 福利社的時候我有講過 現階段要用家權來帶貴買 貴買當然 買氣比較肌肉不振的時候 他的反應會比較劇烈一點點 那他就是持續做破題 可是現階段仍然是以家權指數 為一個最主要的觀察的標準 好 來 好週K 一樣其實看週K更明顯 仍然就是一個霞幅的區間整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就這樣 我覺得問題不大啦 目前看來問題不大 反而你要去看喔 其實如果說區間整理的話 一定是一萬七千四 站在賣 然後一萬六千六 站在買方 那不就代表說現在真是一個機會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這樣去做反向思考 好 那先到了之後一萬七千四再說 怎樣 你要舉牌了 對啊我想說講一下行情 那可以趕快講吧 大家都 要不然節目看起來 以為我只是來這邊搞笑 這樣是不是 是啊 你趕快說 好好好 實際上量說是好的啦 好 幹嘛要說說說你挨我 不是 對突然說不出來 你看 又是要講那哏你看 每次都說爛哏 最後學人家 他哏永遠是這樣子 然後臉書接下來就開始用我的哏了 是是是 好啦我們認真講 因為其實之後要接受一點刺激 接受刺激才會噴出 你看就認真 他只要講認真相反話 所以呢 從頭到尾沒內容 現在量說是好的 我為了要懲罰他 這一段把它剪掉 好啦真的啦講真的啦 對啊我就說現在量說是好事啊 你後面反而需要量針的時候去刺激他往上 我跟你講我們 這一段真的不要理他 我們趕快我們剛才講的話 我就講過量說 我講出一個月的新低 好趕快我們趕快來 不要理他 下次我要懲罰他 那個三分鐘都不要理他 來 好 計時一下 好那今天的這個三大法人 自營啦 對自營人 我本來Q陳老師說 這個是最會自營的人 然後你看今天又69啦 你說他最會自營 他又要大作人 又要69 又要賣69億 可是不要理他 我覺得自營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死亂中氣 所以就不要理他 自營就是很短 做很短 對啊 看就知道嗎 對 看就知道嗎 而且你注意看 他是696喔 夠了 他是696 給他嗎 夠了 不要打拖 中間還有變換 沒關係不要理他 投信 好 重新記三分鐘 投信 投信的話呢 小麥22億 顯然對台股還是比較有信心 那外資的話 小麥27億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參考價 7千都沒什麼參考 對啊 事情上這樣都賣很短 就是那麼短線 就是這麼短 是怎麼怎麼辦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今天AI股暫停在看誰 好就看他啦 8月24號財報先底牌 就是這個回答 好 那我們先從一樣 從左邊看起好了 好 美國再發禁令 中國搶囤Navidia的這個晶片 因為美國呢 再次下達這個所謂的投資禁令 限制美國在中國香港 以及澳門的高科技投資 市場傳出 現在中國的科技巨頭正在搶晶片 那根據這個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目前呢 來自中國網路巨頭的訂單呢 總價值可能高達50億美元 也就是1586億新台幣左右 好那我們往下看 大概有誰呢 包含百度 字節跳動 騰訊以及阿里巴巴 這個規模大概在這個地方 10億美元 40億美元 交付時間呢 分別就落在今年以及明年 好 右半邊來看一下 好 第二季的財報想先看 目前呢 公司預估第二季的這個營收 大概是110億美元左右 毛利率高達7成 那市場預期呢 120億美元 也就是說優於公司自己的財測 那EPS有可能是達到 2.04到2.28美元左右 那分析是預期第二季的營收呢 會超越這個Navidia的這個財測的高標 所以呢現在各大企業紛紛去投入 所謂的AI軍備競賽 揮達的A100還有H100的晶片 還有這L40跟L40的這個界面平台 已經有龐大的需求 其實AI這個本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除了各大企業之外 包含各國的政府 其實都很積極在做這個部件 那我認為說確實啊 這個AI的黃金10年已經啟動了 那預計2024年也是明年度呢 這個營收會從413億美元 調高到463 成長50億 2025年呢 會再從這個53億美元 調升到651億美元 所以給予回答優於大盤的平等 目標價每股500美元 500美元喔 哇賽 是的 那現在我們來看NVIDIA現在的價格 那股價來看一下 說400 我如果沒記錯是400多塊 421 所以還有機會囉 大概還有 老師那麽就講了 財報公布後如果再創一次新高 是 這AI伺服器什麼管達技嘉 是 然後偽創會不會再創新高 我覺得會再噴一波 會噴一波 真的喔 累積以後 然後再噴出去 沒有錯 好我跟大家講 絕對不要畫面給陳業老師 絕對不要給他 所以這個會噴出去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他下去他就下去嘛 是 所以那一天轉折日很重要 沒錯 然後秉襲以待我們福利社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最先講這一天很重要的日期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元 所以老師這個本來 這個這段是要卡掉的 是 可是因為今天時間比較 資料太多了 可是我們也給他秀一下 因為企業營收裡面 大家自己看 自己截圖 好 營收比較好的 有什麼樣 年月酸針的 有年月酸針 年月酸針一檔七鴻 對 月針的也有 好不好 比較好的 技術線型又在季線之上 是的 對 好不好 像齊鴻有那個季線之上 年月酸針 健頂也不錯 也不錯 健頂要是要特地把它帶進去 因為什麼 月針率有18% 是的 所以這個績效也不錯 我們拉遠一點點 不然不知道什麼股票 這自己截圖了 大家自己參考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重點是AI骨灰神 你聽說 要用古老的 就是很有名的 黃金切割率 對 黃金切割率來自於這 古希臘 我們講黃金比例 你只要符合黃金比例 你身材就很好 五官就很好看 像我就屬於五官符合黃金比例 我也是 我跟你講 三跟八 以前在罵我 我以為他是在罵我 我說我是三八 不是 他是說我的比例就是三比八 三比八 你說上半身八 下半身三這樣 就是身材就是很均勻很瘦 三比八 三比八 好不好 不好笑嗎是不是 就比笑還好 沒關係 Coco你可以笑一下 對 好不好 好 陳老師也不笑 好 沒關係他等一下又學我 三分鐘到了 三分鐘過了嗎 三分鐘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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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最慘就整了三分鐘 你撐不了多久 差不多了 好 那簡單介紹一下什麼叫黃金千 黃金的比例 對黃金的比例 好 那我們有把它分為強勢整理 中度整理以及弱度的整理 那首先呢 其實我們要先抓到它的起漲點 跟波段的最高點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把起漲點跟最高點的差額 就是它這一段到底漲了多少 然後呢用最高點來去做扣除 扣除說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 這個漲幅乘以0.382 就是說呢 它原本假設漲了100塊 可是呢到最後吐出了 回吐了38塊 還有保有大概六成多嘛 那表示說這個只是 所謂的這個強勢整理 如果說它漲幅的一半都吐出來 這個就是中度整理 如果說它的漲幅 已經吐出超過六成了 只剩下四成不到的話 那就是弱勢整理 我懂了啦 這就是這個漲幅 最高點級到起漲點 你不要覺得很難 就是說這一波總共漲多少元 比如說尾算大概從40塊 從30塊漲到161 大概就漲差不多 130元 是的 這漲130元這一段 對不對 然後乘以0.382 就是我最後一段 可能最尾段 魚尾魚身啦 是是是 魚尾那一段 然後吐出來 還算強勢整理 還算強勢整理 那如果吐一半 漲了一半 比如說漲了130元這一段 是 結果吐了大概差不多65元 對 就中度整理 中度整理 如果你說我吐了 0.382 就是相對是0.618嘛 用1去減 如果吐了大概六成了 那就很弱勢整理 就很弱勢了 那弱勢整理 老師有什麼測試了 好弱勢整理的話就代表說 這個股票多頭可能結束了 之後的再往上漲 那個都叫弱勢反彈 那都是 逃命波 都叫逃命波啦 那個是要你逃命的 知道嗎 是的 好不好 來 美女 老師如果我吐到超過 弱勢整理的話 我是不是就要認賠出清了 好 不好意思 該不會傳出問題嗎 那還是得問 還是得問 因為他這一題 沒有跟我講 他要講 我已經把他問完了 好 還是得問 以後我們兩個要有默契 好不好 我們還是簡單講一下 原則上呢 這個強勢整理 我們一定是找尋這種股票嘛 那最大的容忍度就是 介於強勢整理跟中度整理之間 不要等到弱勢 如果跌破中度整理的價位的話 其實建議就要走了 對 最多就是如果是攢一半 對 就是說攢 比如說我剛才說 緯創從31元 攢到161元 總共攢了差不多 130元 130元 130元如果你回攢個65元 從最高點那邊回攢65元 對 不能買了 就不能買了 來這邊我們有把 0.5還勉勉強強的 是是是 我們幫大家算出來了 對不對 波蛋起漲點算31.9 這是偽創嘛 對 偽創的部分 所以強勢整理呢 161.5 然後 乘以0.382是多少呢 來 112元 其實這波 這波 有創剛好就是回檔 所以他112沒有回檔的話 他112這邊對不對 如果回檔到112的附近 對 然後就做止跌 這裡就是他在檔承接價位 回檔到112 那111呢 也可以 110元的110呢 也可以 因為110怎麼樣 哦一哦一 報警啊 這一波他就是回檔到112 好不好 對 要報警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好 所以110元一定要買 是的 沒錯 反而是很強 94元 這是中度整理的 也可以買 對不對 原則上啊 在112到94.7之間 是我們的最大容忍率 如果連94.7都跌破 那就乾脆不要了 不要不要不要 好不好 記得這個就算算 你的股票到底是好或不好 是的 81塊 跌破一半了你就不能 81塊你不要財太多 81塊如果反彈起來 好彈到94元附近 你就偷笑趕快走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偽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偽創 現在其實很多軟體很方便 直接可以把這個分割線畫出來 對 來最高 161元 在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 應該從最低來算一下 來最低是31.9嘛 七張點嘛 對七張點這個地方 31.9嘛對不對 最低點一開始的七張點 到這邊最高161 那這多少 大概就差不多 131元嘛 差不多差不多 131元 從最高點這邊 怎麼樣 扣為什麼要扣 因為這一區段嘛 130元 吐出來 吐多少 吐0.382 是 對不對 回轉38.2% 等於112元 有沒有看到 老師 有沒有看到 哎呦好準啊 是是是 好準啊 剛好都是下影線打到有沒有 是是 最好買點就在這個地方 喔 最好買點 哇水都哇水 哇水啦 所以這邊是個買點 是的 不錯喔 謝老師告訴我們 不錯很古老 可是很經典 尤其很適用 AI概念股的這個 是的 這個叫什麼 黃金切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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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 好 好來 齊鴻的話呢 其實他畢竟也算是 AI當中散熱的領頭羊 這一波就是他最強嘛 所以呢 我們從他的這高點來看 373.5元 黃金分割率怎麼算呢 第一波如果強勢回檔 在這個地方 嗯 275.36 有沒有發現 其實真正強的股票 強勢整理是碰不到的 喔 這齊鴻根本就沒有回檔啦 所以你講 對幾乎等於沒有回檔 反正其實 這個都算強勢 在這邊或在這邊 附近都可以接受 是的 他其實偽竄也在這個區間裡面 就這個區間 是強勢 是強勢的比較 這個區間是中度強勢 對 這邊是弱勢的 對 基本上虛線跌破就不要了 虛線跌破就不要了 虛線 虛線就0.5 0.5 中度整理 這邊再跌破就不要了 那不用管這邊啦 是 這邊就是很強勢的 強勢整理 這邊是中度的 對 這邊是最大容忍區間 這個虛線嘛 就打對折的地方 對對打對折 有個虛線 虛線再跌破就不要了 73.4是從多少 116元對不對 對 116元開始起算 然後呢 到 到373.5 到373.5 好不好 等於 373.5 那少一個.5沒關係 373-116 好不好 這一段的漲幅 這段漲幅有沒有 我再乘以0.382 這段漲幅 我吐了一個 382.2% 換算出來 這邊的價錢 是 因為這個再從373減掉 這個 這個 0.382乘在這個區間 對 等於275 不懂 我們趕快再看一次 上面是一張圖 我們一開始的公式 最高點減掉 最高點減七張點 我們的跨幅起來 乘以0.382 是的 好不好 這個先算這一段 最高點減七張點 然後跨起來 跨好起來 這區間 0.382 再去用最高點減的答案 沒錯 不要覺得很複雜 這個一點都不難 好不好 多學幾次就會了 所以老師我們來看最後一檔 好 來 見頂 見頂也是一樣喔 這個算是比較晚期漲 是這根本就沒有啊 對啊 期漲點114 高點也才188 所以呢強勢整理多少 0.382的位置 159.7 大概在160元左右 所以說呢 見頂如果之前沒有買到的 等他拉回到160元 上下 這個位置只要守穩了 就是見頂可以承接的價位 好 就見頂可以承接的價位 是的 老師這個見頂喔 是 這是大家的股票 沒有那麼熱門 我們想要 我們剛才從偽創還蠻熱門的 我們來看一下管達好不好 好 管達算是不是很強 我們來看一下管達看起來蠻強 我們用周線 我們一般的軟體都可以直接 把你測公司來算 反正就是 大概從 他可以算下去 從最高級最低點 從80塊對不對 一路漲到271 這一段漲幅 五層扣 扣掉 兔子0.382 在這邊 沒錯 這個0.382 直接一個看 這個不是我們畫的 直接用軟體畫的 是他還在強勢整理啊 沒錯 所以代表說這邊是0.382 代表在這條線沒有跌破之前 他都是非常強勢 對 1982.2沒跌破 都是強勢整理 1982.2 1982.2 從380到118 隨便用軟體 很簡單 很簡單 技嘉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都強勢 所以AI伺服器 感覺都非常強 是的 他根本就強勢整理 你感覺他很弱 其實他都在0.38的附近 點到就彈上去了 現在已經彈上去了 點一下就不行了 對 點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其實老師告訴我們 你很煌 謝謝你 謝謝 今天算是老師很煌 可是用0.38的 你自己回去可以算 7張點去算最低點 跟最高點 這個公式把它算一下 這個波段 然後吐個0.382 然後把它減掉 就知道了 好不好最高點減掉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我們畫面不要減掉喔 好不好 除了那個 那位 減掉怎麼就找不到了 好不好 不是不是 我說等一下減掉來找你 因為太謊了 好不好 AI回神還是指揮一下 還是反彈結束呢 看這個 看這個反彈是真的 看這個反彈真的還假的 你要先看 那時候7張點 第二波7張點 是不是跌很深 對 如果沒有跌很深 看起來還會揮很多下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婆羅威跟華欣光 快點 玉凱老師 因為我故意那麼快 你知道什麼 要吃東西 你剛才不是抗議說不吃嗎 我不吃啊 對啊 放我這邊了拿走 拿走 拿走拿走 拿走拿走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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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氣啦 說不吃就不要吃啦 對啊 你看 對啊 不行啊 你看 你看 你像坤老師他就都沒吃啊 你看他多骨氣 穀的人穩 要一口要一口 好 坤老師為什麼不吃 有我吃啦 有吃一口啦 他不錯啦 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波若薇跟華新光其實兩檔股票要在一起看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產業 都是屬於光通訊這個領域 領域 好不好 那華新光其實算是今年整個獎最標的一檔股票之一 其實前前後後漲了四倍多快五倍 華新光我們先來看 我們從華新光來帶波若薇 好 華新光今年為什麼那麼強 其實他是有一個很大的展望 包含跨入到這個AI領域嘛 而且我們講 光通訊屬於AI的最後一領路嘛 最後還是需要通訊嘛 所以說400多塊 40多塊漲到214塊 好 那華新光第一個題材 等一下這個人哥會講到 他也入選了這一次的MSCI 所以是會有一個助長的效應 再來呢其實我們可以看他的上游廠商 叫這個AAOI 這家公司呢因為業績爆表 第三屆業績爆表 所以呢股價從6塊錢漲到14塊多 那華新光雖然在6月份的字節EPS 0.32元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其實AAOI 他這一波之所以業績爆表 很多的成分是從 那個華新光所下的單 換句話說華新光 真正業績爆發的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第三季到第四季之間 所以我認為說還是可以留意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看 老師你可以講慢一點 不要因為想吃東西 是是是是 好 可能就吃不夠多 對好 波羅威的部分呢我們剛剛講過 兩檔股票算是同一個領域的這個部分 可是波羅威確實是有一點太委屈 因為第一個毛利率比較穩定 獲利能力比較強 營收也比較厲害 可是為什麼漲幅就是輸給華新光 其實波羅威如果我們縮小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真的今年叫做沒什麼漲到 華新光那個動輒漲四五倍 他也50多塊漲到108 其實也才翻倍漲而已 那以今年有AI相關的股票來講 真的算是比較弱勢一點點 那6月份字節營收1.25元 上半年已經來到2.78元 我認為在這個股價上面 他還是有空間可以再去做反應 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波羅威 這些不錯的股票 華新光 老師說你都晚風相關的喔 是的 可是華新光有些人會覺得 他基本面好像還不夠好 會不會怕怕 現在數字還開不出來 但是第三季 第四季是有的 好 謝謝老師 放逸跟星雲老師 這個創逸如果用剛才那個 這個0.382看起來應該已經到了 是 沒錯 因為他這次回答蠻深的 我今天挑這檔個股的部分的話 都是轉向所謂的超跌的個股 可是這個已經有點弱勢整理了 會不會 我們直接用周線來好不好 用周線來看0.382這邊 好不好 好啊 應該這個檔多少 應該已經破了 383了喔 來 我們感覺一下嘛 好不好 應該已經破了 1600 這邊老師 哇欸 真的破了喔 現在已經到這邊虛線了 剛好 打對折 這邊有虛線有沒有看到 OK啊 所以說只要守住的話 還是剛才玉凱老師講的嘛 這邊有點虛線 代表打五折嘛 老師已經打對折了老師 所以這邊 你覺得怎麼樣看 所以代表現這樣會非常重要 我就這樣講好了 因為其實如果只有這兩檔個股的話 我都認為他們現在目前短線上面 是錯殺超跌的狀態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創意它其實前一陣子 開了一場法說會 結果開完法說會變法會 就直接跳空跌頂給他看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他說他有兩個消費的客戶 5奈米的客戶 他的所謂的量產的部分要遞延 所以今年的原本大家估計說 他的營收跟獲利要是年增 結果他自己講一句話說 我們今年會變成是年減的 這樣子一個問題 所以結果就先送他兩根跌頂板 那可是呢其實大家換算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是因為所謂的遞延的關係 會讓今年的這個營收獲利變蹲低 然後可是卻讓明年的營收獲利變成跳高 這樣一個過程來說的話 那當它的財報也公佈完畢了 然後呢大家開始看明年的成長動能的時候 我相信它的明年的成長動能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我喜歡這種說的 蹲得更低卻可以跳得更高的個股 所以是創意的部分 好是創意的部分 好是現在講的股價也是非常熱門 非常popular 星雲 是 那3583的星雲的話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6月中的時候 來跟大家說過 那時候的股價才160塊左右 它的前波高的話到260 所以整個波段的話其實它是強勢的 那不過呢我要說它是挫殺的原因 就是這一次的回檔的挫殺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幾天 因為NVIDIA它有新的產品 它是用降規版的新的GPU出來 然後呢結果市場上面說 那那個繞過COAS 那麼這些COAS完蛋了 結果呢包含像是紅碩也跌 然後星雲也跌 然後萬潤也跌 可是其實大家要想一個問題 其實並不是所謂的繞過COAS這個問題 而是其實所謂的降規版 它是賣到中國大陸裡面去 然後呢高規版在北美那邊用的話 它依然還需要COAS 因為只是因為COAS它的產能不足的關係 所以因為星雲它是失智層 那對於這個產能不足的這個行徑來說的話 它現在短線上面的產能叫做是 根本是供不應求 而非是繞過這個問題 所以就整個短線上面的一個修正幅度 我覺得還可以的狀況的話 不妨留意一下那個月線只要守得住 我覺得這邊都是一個相對可以去做承接的地方 好 月線相對守得住 都是一個承接的地方 好 注意很重要 星雲希望這個COAS這個製程 應該 老師你覺得還是持續的需求很完勝 是 因為它先進的封裝的話是供不應求的 所以它不得不繞過它 不得不啦 可是最後還是需要這個啦 好不好 還是需要這個 是因為供不應求 我們來看下一位 來 陳彥老師 是蒼盒跟銀班 謝謝 好不用了 是是 沒問題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謝謝哲哲的介紹 對 用心的一個支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蒼盒 這個蒼盒因為進入了這個觀光節的旺季 大家想到的是 大蒼盒酒盒嗎 我就知道 我想像大蒼盒就是要想這個 我就想這個 你看 我要先不要隔 不是 對 我要說不是大蒼盒 我心裡想說 你不會有那麼爛的隔吧 結果你還是要那麼爛的隔 我就先把你接關 不是啊 不然蒼盒你還能想到哪一間 對不對就是這個梗 好不好 蒼鼠啊 蒼鼠 各個蒼鼠合作啊 你看起來比較 看起來比較 蒼鼠來給它賺個圖片 蒼鼠發 你看像上次你們兩個在講 發主持值會接最後一個 發主旁邊 特寫畫面 特寫畫面蒼鼠 蒼鼠是不是 特寫畫面 蒼鼠你看他旁邊 蒼鼠是這樣嗎 好 其實這個股票 你跟蒼鼠很合啊 蒼盒 蒼盒對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注意到這個股票 當然因為 這個跟新能源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做這個 太陽能網板 就在電池裡面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過去的這個 印刷的 這個技術非常的好 所以跨足到這個區塊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 其實跟營收的 这个公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公告 七月营收月变动是20.93 年变动是52.83 不只比上个月好 不只比去年同期好 上个月也更好 所以是逐步的在增强当中 再加上线土在季线之上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营收 数字一出来就哇 马上就喷出 所以有时候冷很久 就是要一点点刺激 也不能刺激太大 因为一太大会喷出 那喷多远不知道 要看这个营收的数字公告的一个力道 那当然我们回到刚才那张表演 Coco 好笑吗 我想说你是故意不接他说话 我没有在讲 为什么我每次认真在讲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说好笑吗 继续 我这么认真好笑吗 不好笑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些 营收表现不错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 哇 老师你的营收不错 您说比刚才玉凯老师秀的营收 还好一点点 那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大部分越增连针嘛 因为刚才是AI股嘛 因为他的营收公告的力道不够 会喷比较没那么远 够了 对 刚才AI股有些营收还没出现 可是这些是现在性情是喷出出现 可是八方云集已经越增连针了 但是我 不代表比较好啦 股价可能已经反映完毕了 请问你要给来宾讲吗 讲完了啊 你到底要不要给来宾讲 你已经讲完了 你就是这样才要被人家批评啊 话太多了 你要刷存在港 我不反对 话太多 你都把我要讲的讲完了 冲着我来啊 啊 啊 冲着我来吧 那这样我到底要干嘛 好 你就负责讲玉凯小话 是是是 好来 那我们还是严格讲一下 就是说营收增加这件事 不是全一个上涨的保证 你至少我们也帮各位整理一下 有没有在季线之上啊等等 这些你也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档 在这画面当中 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硬的够不够久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你看营帆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聊过 你看 好了好了 你硬帆帆嘛 没有讲硬帆帆 你这样子 我们以后怎么上节目啊 等一下他又在讲硬帆帆 你这样我真的 快一点 把你给你出来 我很想要气的拔麦走人 我跟你讲 快快 好来 等一下 接下来是要用那个梗 我刚快用 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我不会用硬帆帆这种烂梗 那营收数字 表现都不错 而且线图很漂亮 那另外一个大家会觉得很怀疑 有点质疑啦 可能大家会说 那那个威胜呢 为什么没有在里面 但我跟各位讲 他有越减越减 可是年纪营收还是 年针很金的 101 101 所以你看 今天还是红K棒 是 所以我觉得 后面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当大家想通了 好 所以答案什么 是啊 够了 是威胜还是要介绍银帮 银帮怎么看 银帮讲完顺便带一下威胜 好所以这两个都不错是不是 对对对 营收都是不错的表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 福利社很认真做的表格 应该说老师跟福利社做的很认真表格 我们看到 昌和这些股票 花了一个晚上 花了一个晚上 你根本就两分钟就可以了 你很厉害的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告诉我们7月以后总体检 这些报告 我们这些潜力股 我们来看下个单元 啊 股市甜甜圈 焦点股帮你圈 你会觉得坤老师比较好 坤老师比较好 比较震惊 但我感觉老师会有点被带走 带走啊 对 菜也变黄了 很震惊是刚开始OK啦 相处久了 就没什么乐趣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 你给他100 200 300 最多到800 900他就不震惊了 因为震惊800 对耶 是是是 这个可以了 再多花一点钱 再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了 有钱人死鬼推磨 老师大力来 台湾有规定女生 只不能价太多次 只可以9次 真的那么多喔 9次很多了耶 很多 有规定吗 有啊 因为不可以9价 这个不错耶 你这笑话我今天是最好笑的 这不错 好来 是MS新增股的100%必涨地率 怎么看 好 来 一个季度的MSCI又开始了 好 2 5 8 11 这四个季度 MSCI都会做它的季度的调整 那会在第二个礼拜五的时候公布出来 然后呢到了月底的时候去做一个生效 那我们再看一下喔 刚刚我就一直在讲说 我为什么没有吃到双酱 原因就是因为来 这个是这一次的MSCI的权重的部分 那双酱是降在MSCI的全球新星市场指数 从15.52降到15.4 然后呢 对 双酱一维持 我刚才讲错了 双酱一维持 双酱一维持 两个价嘛 就是MSCI有三个指数 对对对 MSCI全球新星 有降 MSCI全球出日本的指数有降 对 哇 双酱牛 对 然后呢 一维持的部分的话 在全球市场的部分 是维持1.65% 所以这在台股权重的部分 那 我们要关注的部分的话 不只是权重 可是我们没有双酱 可是我们有维持 维持同价位 维持 因为我们只有170元的扣打而已 额度而已 所以我们是双酱没有 可是维持同价位 好不好 好 有接受 来 接受 好 接受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大方向就是说 当这些成分股挑出来之后 它公布出来的那个时间点开始 一直到所谓的季底 季底就是那个月底的生肖日的时候的话 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记得好像每次来的时候 跟大家都讲了 到目前会长连续两次都几乎百 基本上快百百万之百 是的 没错 就是说公布以后 会涨啦 对 公布以后到生肖日会涨啦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 那个他们在挑股票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有方向性的 方向性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它的全球成分股的部分 是 可是会涨好像不是新增成分股 是中小型个股对不对 其实上一次的那个 五月份的那一次 它把 伪创把它纳进去 也变狂飙 哦 所以不一定 对 不过如果就整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确实是就所谓的小型股的部分 更容易看到这个 回测 我们去回测过去的绩效 上次虽然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金额比较大 可是因为他们股本也比较大 是的 小型股虽然其实金额比较小 注入资金比较小 可是因为它小型股反正比较容易飙 对 标准股的部分的话不一定 但是如果以所谓的小型股来说的话 我们真的看到有这样的规则 好 技嘉还要注注一下 好不好 留意一下这次标准股的部分的话 是在技嘉 因为技嘉升上来 所以把那个3105的纹帽给降下去了 来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这个是 在MHCI的小型成分股的部分 这一次新增的我刚刚说了 因为它其实这一次 或者是最近这几次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它甚至连把那个所谓的 行情的主流都给挑出来了 上5月份那次的话 大家发现说 怎么好多都是那种 电动车充电桩的 华福 试电 那这次的话 大家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这次它竟然有 6档 7档左右都算是犯AI 你看这边华泰也算 因为它有就是出给美超委的订单 然后呢像见准 然后甚至像是往下看的话 会看到来来来 这个华星光 刚刚凯克讲到的 然后甚至像是这一半边的部分 还会看到来自这个 广运散热的部分的话 它也跟犯AI相关系 然后呢广名 AI机器人 然后广达子公司 甚至往下看下去的话 会看到情城820的部分 所以如果就这一次选股的话 这十几档个股里面 竟然有差不多接近7档左右 都是在AI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 那个调整的部分的话 大家不妨留意这些相关的个股 从纳进去 然后呢到所谓的生肖日的 这一段涨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诶 老师有一个美女 老师有稳貌从商务仓降到经济仓 对 我们手中持股是不是要跟着调整 从那个标准成分股被踢掉了 好 所以老师那种被踢掉 被纳入了应该比较不会涨 你看结局没涨吗 我这样讲 因为它等于是降格了 资金流出了 其实如果就所谓的MSCI 它叫做是一个被动式指数的benchmark 对 所以如果是被动式的指数的话 被动式的基金的话 会去追MSCI的股票 那但是呢 因为它的生肖日是在 这个8月底 就是这次的生肖日完毕之后 那就所谓的生肖日之后的一个 个股的走势的话 还是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 那所以现在目前的一个短线上面 它会受到被动式的卖压影响 一定会啊 它不是算新增 但是它是从大变成降 从成分股降到 标准降到小型 所以它会有那种所谓的卖压出容 那个是调降的一个问题 所以老师 在这边穩帽 你觉得有可能它唯一没有符合这个 这个百分之百定律的肯定就是穩帽 或许有可能 或许有可能 因为它毕竟是被剃除掉的部分 那如果以所谓的穩帽的基本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请稍微 也就是基本面或像是筹码面的部分 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因为毕竟穩帽现在还在调库存的阶段 那不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往的经验 2月跟5月各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这是在上一次在2月份的时候公告的相关的个股 那他们的股价表现 我们帮大家做过统计 所以从公布日到生肖日的涨幅 分别是 这个是材料2月份 这边不是叫你买材料 材料KY线已经还很强了 我竟然看到K线图了 应该说他们 如果这个时间点他们的所谓的强弱的话 已经跟MNCI的调整无关了 应该是回堆道 你说我不管后面 我只管现在 就是我生肖 我公布到生肖日都有涨 是没错 老师要讲公布到生肖日 期间都一定有涨 你看到2月份公布这些小型股全部都涨 对 然后胜货是他的那个期间的最高 八发云期直接用MNCI效应 你自己看 到现在昨天还有人讲营收新高 刚才有人讲营收新高很厉害 怎么样啊 这个不知道谁做的表格 你那个画面不要秀那个陈彦老师 恩典 恩典 你不要绝我讲话好不好 好 那但是反正重点就是这样子 就是从公告日开始起算 然后一直到所谓的生肖日 那这一段的涨幅是可以期待的 那这是在2月份的部分 所以这个可以看一下2月份的部分 然后包含像是雷星 诶 都涨诶 就算有一档股票 最后生肖日是跌 可是他期间 期间都有涨 都有涨 所以我往上一点点 期间都一定有涨 是 期间都 再往下一点点 期间最高涨幅全部都有涨 所以代表之前你根本就全雷达 2月份了 对象星 5月份来看一次 好 那5月份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其实MNCI我觉得它蛮 诶 全部涨更夸张 然后华城涨53% 全雷达 华福 双华 华城 华福 然后四电 飞鸿都是充电桩 他甚至还会找那个主流来挑 我们拉远一点点 重点不是公布到生肖日 公布到生肖日也会涨 那期间一定有时间让你烙爬 对 老实讲是期间不是说 不是公布到生肖日 而是公布到生肖日这段期间 一定有时间让你烙爬 所以2月份到 2月份那次也是 5月份那次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如果就整个公告日 开始之后的话 大家不妨留意说 他现在会有潜在的满盘进场 这样的动作 期间公告日的生肖日期间 一定有时间 有机会 获利了结到跑 好不好 只要你是买在公告日那天的价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试得出过去几小 所以老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次新增成分股 哪些 好 那这次新增成分股的部分 看一下 再看一下 不然大一点点 自己一次来看看 看 这些看喔 老师有看的吗 有没有 华泰 建准 长龙航泰 国宾 中代宝 然后 巧威 我们晚上一起看 华泰 建准 长龙航泰 然后国宾 中代宝 是不是可以过来一点点 然后盛辉 广玉 亚翔 广民 帝宝 往下 玉泰 这些股票 管机 秦城 先进关跟华新关 除了是文貌以外 不过新进关 新的华新关还不错喔 华新关还蛮强啦 居然现在列入了 可是最近走势没有点弱 他整理 不是说他是那个强势整理 算强 还算强势整理是不是 对对对 好好好 所以华新关这些还算强势整理 还在符合0.38位区间 是 没错 好 是不是 谢谢老师来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选哪一档股票 好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关注两档股 老师你今天都给我们独家了 好多独家喔 这个0.38也是一样 老师这个 这个也是独家 告诉我们这些列入MCI新增成分股 到月底之前 到生肖日嘛 生肖日是什么时候 是月底 8月31号收盘成效 在这边还有力可图 我们看一下先进关 好 那先进关的部分 他刚刚盘中一度有让人涨平板 然后呢 在那个收盘的时候是上涨7%多 那为什么挑先进关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他有潜在的利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大家的那个所谓的 营收还在普普的过程中 他经常可以营收 然后变成是年月双征 那下半年的部分的话 目前市场上面在传说 他有切入到MCI 应该是Apple 那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他 那MCI的平板的镜头的订单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在两年前 原本在大力光跟先进关有诉讼案 因为大力光告先进关侵权 但是最后他们和解了 然后呢他把那个私募的部分 进去到先进关里面去 所以大家在传说 会不会因为大力光的关系 所以让先进关取得了 这个所谓的 MCI大客户的平板的订单 所以先进关的部分的话 在营收 甚至像是下半年的 营运加温的过程中 不妨留意一下 说他如果能够守住前波低 就在昨天前天这个低点的话 那就很有机会 站上月线再挑战前高 所以留意只要前波低守得住 那不妨就留意这个 所谓的从现在开始到月底 就是季底的这个调整期的 这段的涨幅 好 这先进关还有吗 老师 好 那下一档个股的话是秦城 那秦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他是正牌的真AI 因为他有那个H100的订单 他是主力供应商 然后呢他的预计出货的话 会是在下半年 就是在第四季 甚至明年有大幅的成长动能 那胜货是说 因为其实公司这边 他们有发展那个 进货式的水冷式的技术 那预计也是明年去做出货 那如果大家把这个秦城的股票 把它盖起来的时候 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档的AI 都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破了月线 可是呢 守住前地这边来打第二只脚 伪创也是 广达也是 这种所谓的正牌的真AI的领头羊 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大家关注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只要守得住这个前地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就有机会有潜在式的 马上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好 潜在式马上去做一个进场动作 老师 可是 我们现在有最新的八卦 就干了人保法说会 董作就直接讲了 AI伺服器的比重会到25% 很棒 是算很高的吧 很棒 我记得没有出来 平常不到10%的比例 所以大幅提高 是这个会对下礼拜的 AI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比如说 人保啊 技嘉管达 或这些 微串啦 微串 这可能是微串 这些股票啊 伺服器的 会不会有机会 有利多 我认为会 因为其实如果就现在短线上面 最大的短线上面的利空 已经出来了 就是在美超委的个股 它竟然有一天20几%的这个重挫 可是它讲法是好的 因为它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叫做是 它拿不到那个关键原料 而不是没有订单啊 所以如果就 就跟COAS一样啊 就是COAS啊 好 所以如果就大家如果 在下半年有正式开始出货的时候 对所谓的AI的中长期 绝对是利多 好 这利多不错 还有SCFI的运价上涨 稍微上涨4.22% SCFI运价这个算小利多 不会涨幅不多啦 我只是稍微跟大家 独家报告 我们福利社最新消息都会解析 谢老师告诉我们 哇 今天股价 哇 都用那个正式的回档 比如0.382啊 哇 环金切割率啊 还有MCI 100% 你们觉得我们福利社真的很专业啊 很多福利送给大家啊 好专业 我们都学到好东西哦 现金观 秦成这些股价 有趣 记得哦 MCI的这个 币涨定律 只要列入小型成分股的 基本上上涨几率 百分之百 是过去啦 过去不带有未来 不过要注意一下 稳貌是被降格哦 好不好 它是到小型股 从成分股到小型股 所以我们节目很精彩 那电影频道 开启小铃铛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8点上线 135解盘影片 244教学影片 最后一句话 谢关琳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废废废废 呜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啊 财神业我都亲自降临了 是不是 一凯老师 唱歌 然后歌神神 游戏 买这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之情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诉你 孤家2月一周 创大铺 想先套 开始抢打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的嘴巴好厉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该如何才是只有谁能快点告诉我 你不会好 我现在的我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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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诉你 要打动 对不对 最最高 杀最低 想要改掉这坏毛病 一终 打动 八点唱片 八点唱片 二十一刀宣礼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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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刀宣礼 疯狂股市福利社 烂铁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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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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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